國中生都會做那種很大的弄敗 板子 現在還在流行正告 我現在還留著 那天出場他就拿了一瓶高粱酒來 然後來幫我徐總 然後說徐哥你今天要 就是把這瓶高粱帶著 然後稱他高粱戰神 打開房門然後他們都佈置了 啊有猛男跑出來吧 猛男怎麼會有猛男 誒農農 聽說你最近生日快到了 誒你怎麼知道 拜託可是鬧大滿難的 那有沒有什麼表示一下 我是有準備一個小禮物給你啊 但是你幫我閉眼睛 然後我數到3的話就張開來 你都幹嘛喔 誒 不會啊最近me2燒那麼兇我不敢 1 2 3 這超爛的你 歡迎收看酷比農大學 大家好我是Daisy 今天呢我們要來說說 朋友間都送些什麼禮物 你現在有男朋友嗎 我現在沒有 啊我也沒有 但是很久了 所以上次才很暈啊 暈船載蛋集大家趕快去看喔 我的話我覺得就是 心意最重要 然後禮物的話可能是 知道你最近想要什麼東西 等一下 但我不是很物質派的 許遲遲吧 你有人家工具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有曾經收過一個洋裝 蠻好看的我很開心 然後帶回家穿 我覺得我超級不適合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送衣服對我來說 我到現在把它掛在那邊 因為那是人家的心意 你又不可以送人 對啊對啊 那我們就來問大家看看說 如果從朋友啊到情侶之間 或是暗昧對象送禮 你們會怎麼送呢 OK 想問你你有過過什麼特別的生日嗎 因為我是12月出生 就每次生日都在冬天嘛 我就想要計畫過一點不一樣的生日 我就想要 自己嗎 沒有我應該會跟我嗎 所以這是你自己送自己的生日禮物 算是 還是媽媽送你 跟媽媽討論的 我們每一年就是都會幫我們這群好朋友 輪流慶生 大家都會準備不同的精細給 就是不同的好朋友這樣子 我們一起去那種火鍋店吃飯 說什麼 喔我肚子痛 從廁所這樣出來之後呢 就端出一個蛋糕來 這梗真的是 每次用都不膩耶 我去廁所喔 然後就拿出蛋糕這樣 還有KTV也是喔 再出去一下喔 然後就拿出蛋糕回來 當我男朋友過生日 他很喜歡 卡納赫拉 啊 真的假的啊 這麼上女心啊 就是上網買了 我就是卡納赫拉的周邊 然後就是裝成一個禮物包 驚喜包的概念這樣 我也沒想到他那麼喜歡 就是卡納赫拉 就是那些很粉紅色的東西 那知道後來會想分手嗎 我會 我會 你幹嘛 台東跟找朋友玩 然後他們幫我親身這樣 打開房門然後他們都佈置得很好 然後再告訴我 HAPPY BIRTHDAY 那種氣球那一種 那有猛男跑出來嗎 為什麼會有猛男 他們其實計畫好像一個月多很久 好用心喔 17歲的時候 剛好是中山的校慶 過去之後那個同學 因為他們攤位有一個雜派機 結果我就是被 單方面的雜派 欸很涼 我體驗過 真的 我被綁在那個電線桿上面 然後被炸瓜糊泡 還有麵粉還有雞蛋 還有原脆 欸你可以接受這樣被綁起來 然後被炸雞蛋炸麵嗎 沒關係啊 沒關係嗎 甚至那一天 是還滿開心的 只是嘴巴有點不舒服 因為我會噎到 對還是那種 我們居然仿造 一起上學吧 哇 竟然投胎了 去年20歲 然後辦在唱歌KTV這樣子 那天出場 他就拿了一瓶高粱酒來過來 好 寶許總然後說 許總你今天要就是把這瓶高粱帶著 然後稱他高粱戰勝 因為我覺得是別人的心意 然後我覺得不喝也就 就是很怪 所以我就小喝一下 結果呢那天我就直接倒 瞄倒 重點是我接受了他的禮物 我那天也滿糗的 就是你知道 我那天穿裙子就一直在裝 真的假的 他們就會趁我喝酒 所以一直拍我的照片 對 真的滿糗的 那你有送過別人嗎 前陣子我最好的朋友生日 我們都很喜歡這個戒指 然後我送了他一個綠色 因為他喜歡綠色 然後我喜歡藍色 然後就瘦成一對這樣 情人節的時候 男朋友他後背包很醜 我一直看不下去 挑了一個我自己看了滿久的牌子 就叫他去取貨 然後他取回來之後 我就直接都送他這樣 那真的嗎 對 那他有送你什麼嗎 他送我一雙CROX的鞋 還好他有準備 要不然就尷尬了 沒有 他應該只是就先跟我講要送我 然後就很緊張 我就說那我可以挑一個 我有一個雙胞胎妹妹 去年生日我們就送了他 想要很久的鞋子 重點是民俗信仰 他說送鞋好像不太好 那你有給他一塊錢 他有給你一塊錢嗎 沒有耶 尷尬了 又不是男朋友 沒有就沒關係 我知道 趕快送走 異性朋友嗎 我可能請他吃了飯 就可以吃了 或是請他喝酒 之類的 我自己自己要喝酒 我自己自己要喝酒 我朋友跟我都滿愛喝的 那喝酒喝醋怎麼辦 巴椒見車吧 好聲勢喔 我還以為就是 下一步可能就不一樣了 我的話應該是 Dyson的吹風機 送這麼好 你為什麼會想要送他這麼好的吹風機 因為 吹頭髮很辛苦很累 然後就覺得那個比較快 然後那個的風比較大 那你當下拿到吹風機的那個感覺 是什麼樣 我嚇到了 因為他很搭擱 所以我沒有想到是 吹風機 那你還記得他送你什麼生日禮物嗎 他畫了一本 我們之間的愛情故事 覺得蠻有紀念價值 你們是過節 每個節日都會過嗎 週年日跟生日吧 生日 我們的規定就是 有吃飯的話就沒有送禮物 那時候因為還在上學嘛 所以我就覺得 沒有必要花那麼多錢啊 送五朵玫瑰花 然後有在配其他的 還有送女友的 那他拿到的是什麼樣的感受 快哭了 超浪漫 那下一秒是求婚嗎 我到現在還沒有收過花耶 我等一下送你一朵湯來行 我沒有收到過什麼禮物 但我有送別人的經驗 你知道仙人掌送禮物的含義是斷他的那個 就是 粉紅泡泡吃貨嗎 然後我就有一個還不錯的男生朋友 我想說就送他一個小小的仙人掌送給他 就是希望他不要有情傷太多 其實我心裡是因為蠻有小小好感 想說順便斷他身邊的頭 因為我不知道送什麼 送貴重的東西也怪怪 那時候還是學生 沒有那麼多錢 剛好他可能也喜歡打電動 然後你知道仙人掌放在電動旁邊 好像可以 減少輻射 對 所以他爸媽看到的時候還說 欸誰送你仙人掌 這是個好女生 我就是那種很平常的 一般的東西 譬如說知道 你什麼月經來 然後送巧克力 這是這種 就很普通 他可能會覺得他自己送給對方 就最後禮物 喔對 應該就是要自己包給他這樣子 會講 但長大之後好像也不太會送禮物 如果大多數送都是會寫那種 手寫卡片 心意 我覺得長大之後會覺得禮物是 就是心意是最重要的 因為我跟我國中同學很好 國中生都會做那種很大的弄拜 板子 現在還在流行這個 我現在還留著 有一種還是像魔術方塊 就是你這樣打開打開 它就會變成一個相片 對不對 最感動的 它是當面告白嘛 然後加一張 就是他自己做的 就是那種手工卡片 因為他知道我是念 跟傳播科系有關的 所以他特地做出那種 就是相機造型的卡片 然後這樣折疊 他是理科生 他國文其實非常的不好 可是他還是就是把它寫得滿滿的 好用心喔 很有心 聖誕的交換禮物 就真的很用心 去買了一副那種 就是耳罩式的那種耳機 後來就是抽到的是 一個小包包 然後是那種阿嬤的那種花布包 然後也是用過的那種 蛤 用過的 按手拍賣耶 我差點要生氣耶 他就說那他在請我吃乳餐 隔天早上一來 然後就直接把東西 就這樣子塞在我的桌上 重點是我已經吃過早餐了 然後就是所以我就等於吃第二份早餐 喔 男生暗戀他喔 他生日的時候 那男生就送他 一大袋禮物 像是什麼 橡皮擦 驚喜包裡面會有的垃圾 那就是一個大驚喜包 對啊 大驚喜包 你們如果拿到生日禮物 你們不喜歡 或是覺得沒有用的話 我會把它堆起來 所以我會一整袋東西喔 都是不想要的 都是別送的 不管那有沒有用 看來你不喜歡的禮物很多喔 那時候剛在一起 還沒一年 他送我AirPods Pro 那麼貴重 我都自己買 收到這麼貴重的禮物 會覺得有壓力 很有壓力 那怎麼辦 還是繼續帶 就是很好使用 好好使用 你有什麼感受 就是嚇哭 因為太貴重了 他以為他感動到哭 然後你是嚇哭 有啦也有感動到哭 有感動啦 但你驚嚇的身分也很高 真的啊 而且這樣子會不會造成 你之後送他生日禮物 你就會很care說那個價格 一點點但其實還好 帽子然後衣服 保養品都有 他如果跟別人講 欸你這保養品誰給你 我女朋友 而且譬如最近怎麼變好 因為我女朋友 這樣 很有面子耶 很有面子耶 雙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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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覺得可以接受嗎 我اصd 我有收集馬克胚的屁好 蛤 妳好奇esta 他收集很多怪東西的屁好 應該說送禮物要看對方需要什麼實用的那種 從 πο 順審 就 öz 就因為有時候什麼 聖誕節交換禮物 就是 它有那種金額限制 然後你又不知道會算到誰 然後就很怕你自己禮物會被靠杯 然後 那個對象 可能你們才剛認識沒多久 就要送你 例如說iPhone 你們會收嗎 我不會收欸 對啊 如果我們要再起的話 好像這種事情就還好 因為我也會回報一個東西給你 但如果是完全沒意思的 就我就不會收 不會拿了就跑嗎 謝謝 這樣收就很像以後都會覺得 我好像欠你一次什麼的 對對對那種感覺 很像故意就是跟他搞曖昧 跟我也不喜歡人家 還拿人家iPhone 但是在於就是 好像也沒什麼人會送的禮物 他本期間要想像是因為我 誰會突然三個月送iPhone 你會想要收到什麼生日禮物? 最近好想要買包包 書包 或者是側背包這種之類的 所以如果你生日的時候 哪有送你一個這種 耐用性的鞋背包或包包 你會很開心 對對對 丟給他這支影片 丟給他看 香香的 香蝦分 他送你那個口齒清新的咧 他可能對我感官不好 他生送女生那種手作卡片 很浪漫 他只有寫幾個字就說 生日快樂很開心認識你 這樣可以嗎 不行啊 難搞什麼 矛盾的女人 對 我覺得寫那種我們一起度過什麼 其實蠻浪漫的歌 別人要送你禮物 希望他怎樣做你還是 就是想要做什麼驚喜 我還蠻常拆穿別人的驚喜 真的 因為我也很喜歡幫別人搞驚喜 所以就是大概會用什麼套路 我都就滿自己做自己 他是驚喜大師了 每次都會被我感覺到 好像要送我 你好沒有遊戲體驗喔 不要裝作不知道 我覺得我自己比較喜歡收到卡片 就是我自己不是 不是需要讀規則 你不是無知拍的 那男生你喜歡收到卡片 因為我們知道 對方字很醜 所以不愛寫卡片 喔 這是你剛剛講的啊 溫度 這沒錯啦 但是不喜歡嘛 真的 因為我遇過就是情侶 然後他們是用打Line 可是我會覺得 如果他把那個Line的那些文字 用寫的下來 你就要想打常文吵架啦 喔 對啦 吵架的時候作文能力變超好 真的 如果真的很好的朋友會問啊 然後可是 其他朋友可能的話就是 寫個小卡片 或是買小東西 蛋糕啊這種 個性是會看他們缺什麼的類型 因為我覺得送不實用的東西 或是單純送可愛的東西 會很佔空間 那假如是曖昧你喜歡的男生呢 卡片或送花吧 可是送花不是會很明顯的暗示他嗎 如果是另一方面追求的話 可能就不要送花吧 對朋友的話我都是 如果他們問我 都會直接講出我要什麼 這樣子我就不會 避免那個彩雷案 對對對 我都是這樣子的 我們會給幾個選擇 然後過後他們就會送其中一個這樣子 近期的生日方法都是去旅行 就是跟一般朋友一起去旅行 好酷喔 還不錯耶 有些人喜歡衣服啊 有些喜歡化妝品 我覺得不一定還是要看人 可是也有些人不喜歡打扮 喜歡那種 重新衣的禮物 卡片那些花啊 那些 口紅之類的吧 就是口紅最不彩了呀 對 網路上最熱門的色號就好啊 對啊你就查 假如你要送MAC好了 對 就那男性朋友們 你要買MAC送一個女生 就查一個熱門色號 或是送 知道女生平常喜歡用什麼的話 引那個東西下手吧 對啊 我跟你說 剛才講過 從shapi shapi的購物車 對耶 而且如果妳跟女生是真的有聯絡 那那個女生 妳一定也會知道那個女生喜歡什麼東西 對 用心哪 就是有沒有用心 你看妳有沒有在注意那個細節 還沒在一起 然後送太貴這種 明台包 那真的會壓力很大 就像她剛說拿到耳機 然後妳還沒跟她在一起 通常拿到明台包 可能還會樂意收下 覺得沒差 可能就是 對 對耶 我們結尾了 我們剛剛是問好多人 超多人的 生日小時候到什麼 對 萬年不變 心意最重要 真的 我剛剛前面聽到很多人都說 手作卡片 就是不管是手作卡片 手作蛋糕 手作餅乾 男女通吃 因為我覺得卡片可以永久保留 像我 可以存下來 對 老了之後還可以跟我孫子說 那是阿嬤以前的追求者 真的 大家呢 生日禮物啊 或者是情人節啊 各種送禮 妳都送些什麼 底下留言跟我們說 妳送異性會送什麼樣的生日禮物 都可以跟我們說 沒錯 如果妳沒有異性呢 也可以送我們兩個喔 好開心喔 好啦 記得訂閱我們的 KOOBINOW大學 然後喜歡大家記得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然後呢 喜歡單心的去追蹤單心的 IG抖音 對 農農呢 我的當然是農杯狗 IG抖音跟Youtube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囉 這是下課嗎 下課幾分鐘 好 MAPPY BIRTHDAY TO YOU